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颁不了断发令 虽然并非强制 但风气一来 谁都知道剪发才有前途 也因并非强制 所以理解出现了偏差 很多女性都把头发剪了 后来朝廷不得不颁布发令 禁止女性剪发 但当时日本女性的发迹实在是极复杂又不卫生 因此 大日本妇人束发会应运而生 束发搭合了洋人法 型和日本发型 力求既简单又漂亮还未省 而随着向西方学习的深入 像蝴蝶结本图 等西方发式开始流行 很多男孩攒下工资 买上两个蝴蝶结 偷偷送给一中人 而能收到最流行蝴蝶结的女孩 则是小姐妹们羡慕的对象 一百多年后 这玩意照亮还是很流行的 茂迪美也在明知一书中写道 用丝带蝴蝶结装饰 让长发随风飘动的发型 成为明知时代的代表风物之一 当然 民间风俗之改变 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前提 是自愿 让人心甘情愿地随着时代前进 不可拔苗筑长 本图为大政年间的发型 直到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前 传统的发迹才彻底淡出历史舞台 从段发令算起 这一过程 花费了整整五十年 本图为1928年的发型本文图片来源网络 感谢原作者 作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